大家好 我是明玲 歡迎收看第一時間 中國對全球的滲透已經到了無孔不入狀態 英國情報單位最近幾個月開始清查 官員及外交官坐車是否被中國裝了竊聽器 拆解發現部分官員坐車遭中國秘密裝了追蹤器 並將數據回傳中國 引發國安擔憂 英媒iNews報導 由於對間諜軟體的擔憂 英國情報單位拆解部長級官員及外交官的坐車 清查是否被安裝竊聽器 結果發現有汽車隱藏了可以傳輸位置的SIM卡 這個定位設備被裝在車輪內部的密封零件內 而該零件就是從中國供應箱進口 並由汽車製造商安裝 英國情報官員表示 目前情報人員透過類似外科手術的方式 將汽車拆到最後一個螺絲 發現了令人不安的東西 這個跟蹤SIM卡能夠在數月和數年的時間裏 方面掌握英國政府官員動向建立豐富的活動檔案 也證實中國竊聽西方情資的方式 國安人士解釋 這些定位設備被隱藏在中國供應箱提供的密封零件內後 可以在製造商不知情的情況下安裝到車輪中 而汽車電子控制單元主要從中國裁購 在密封送給汽車製造商之前 這些汽車電子控制單元被陷入SIM卡 英國前保守黨黨魁伊恩鄧恆史密斯 不滿地說 我不知道英國對中國構成的威脅還需要了解多少 我們應該改變審查模式啦 是時候將中國列為系統性威脅的時刻啦 俄烏戰爭衝突持續 日前有俄羅斯議員提出 根據當前情勢來看 俄羅斯應該買回遼寧號 據自由時報今天報導稱 俄羅斯有議員主張應當買回遼寧號 該報導引述俄新社6號消息 俄羅斯國家杜馬遠東和北極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謝爾蓋卡爾吉洛夫 提示俄羅斯應向中國買回烏克蘭 賣給中國的蘇聯時期航南 雅良格號 也就是現今的遼寧號 並將其重新命名 卡爾吉洛夫表示 在蘇聯解體後 烏克蘭將未員工的雅良格號 以費金屬的價格出售給中國 中國買家原本解釋 將改建成水上賭場 中國卻將其改建為航南 稱遼寧號 這位議員稱 有鑑於目前的情況 我提議從中國買回這一首說 卡爾吉洛夫也稱 買回後的遼寧號將重新命名 並派成為黑海艦隊的旗艦 自由時報稱 遼寧號原為計劃服役於 蘇聯海軍的父子聶 助夫元帥級航空母艦2號 艦李家號 1990年金名為 維瓦梁家號 後因蘇聯解體未能建成 並由烏克蘭管轄 中國則借由 據官方背景的商人將其買回 中國疫情爆發 多地殯葬系統崩潰 開啟北京模式 影片顯示 各式私家車輛在南京 郊外的殯儀館排隊 有子女哭訴 霍蘭拉都來運私 排兩日隊都入不了門 什麼事都拿來吐死人啊 什麼事都拿來吐死人啊 呼啦啦都拿來吐死人啊 啊啊啊 死人在外面帶衣服 花藏以臨掉 就在車子裡拍的 衣服兩次拍的呀 這裡1月6日傳出的影片中顯示 荒野郊外一處建築的煙通 只在這裡無龍煙 停車場外的馬路上 大量私家車排隊 車隊一眼看不到頭 路邊有穿校服的女性哭訴 過年啦 什麼車都拿來拖死人啊 霍蘭拉都拿來拖死人啊 死人在外面帶一日 荒嬌野嶺那樣 影片字幕顯示 這是1月6日江蘇省 北南京市的火葬場 早在12月北京火葬場 就曾傳出類似的影片 顯示各種私家車 包括多輛霍蘭拉 都在火葬場案排隊 為體無棺材 就放在車輛的後座運到火葬場 日前福建省會福州市 亦傳出多張照片顯示 私家車紛紛在車頂捆綁棺材 將圍體運到火葬場 目前中共為為人需要 一邊掩蓋大量人員死亡的事實 一邊宣稱城市感染高峰已過往運 但網傳大量殯儀館的影片顯示 很多城市的死亡高峰顯然沒有到過 美國之音1月7日報道 從北京死到中國的234線城市 殯儀館都人滿遺患 遺體火化暴增 但醫院和殯儀館都拒絕 將死者的死因寫成染疫死亡 這種殯葬地大排長龍的現象 亦出現在東北的瀋陽 8日網上傳出瀋陽瀋北 皇江抬身建武地的影片 密密麻麻看不到邊 場面喊人 而瀋陽正在快速見殯儀館和屍體傳擋地 見此速度神秘方瀋 1月8日微播大V 長安萬里恆貼出一段據稱是瀋陽 瀋北皇江抬身建武地的影片 並且稱瀋陽瀋北皇江抬身建武地的影片 現在生意火爆 兩三萬一個武地 影片顯示該武地用來放骨灰盒的武漢密密麻麻 整整齊齊 一眼看不到頭 目測還數至少有40x50的數量 也就是2000個武漢 其中一邊的墓地顯示已經擺上了墓碑 這條消息並非空越來風 早在日前就有消息稱 當局將在瀋北地區建設大型火葬牆 屍體存放牆 遺體冷藏間等 微博用戶遼寧投訴舉報12月30日在微博 轉發一條瀋陽頭條的消息 賺瀋陽正走緊建設殯儀館投資4千100萬元 利用一個月時間緊急完成省北新區 火葬牆建設速度堪比方倉醫院 不同的是一個救人的一個是連人的 另據北京一家大棺材譜劉勝老闆 對新唐IKKKK電視台透露 現在北京、韓北、唐山等地的殯葬用品全部缺貨 只觀木觀、售醫都囤貨啦 最近的用量很大 現在都賣光啦 你做多少人就要多少 做我們這行都缺貨 原本3000至5000的棺材 現在已經漲到萬元以上 排隊發佈 今天6個 昨天6個 前天5個 大前天5個 這直接是8個 這老是價錢都累壞了 這都要空了 這都是買過的 全部買過 天天一送一天一送一天 3天賣10把 5天6天是多個 6天然後那天8個 28加8 36 這不是開玩笑 這可是整齡著 這邊之前放十幾個 你看現在一個都沒有了 賣完了 之前說這裡要改成空姐公寓 現在今天開會 現在說又改了 又不是進入空姐 這裡要改成火葬場 現在北京是火葬場 非常緊急 火爐不夠燒到現在 現在每天火葬場 非常超負荷運行 這裡要建200個爐子 搶貨啊 搶受煙 搶一根搶 有人把我搶走 中國疫情大爆發 代表中共技術核心 的兩院院士從去年12月起密集去世 新年醫次 至少也有8名院士死亡 包括9日剛剛病世的 中共核潛艇總設計師張金倫 1月9日中共官媒發布布告 中共黨員中國工程院院士 中國傳播集團有限公司 第719研究所研究員張金倫 因病醫治無效 於2023年1月9日 在武漢去世 中年87歲 官媒報導 張金倫歷任 船部719研究所 副總工 副所長 所長 長期從事核潛艇 總體和動力研究設計 是中共的第三任核潛艇總設計師 解決了多型船部大量複製工程 1996年 已到退休年齡的張金倫 繼續主持 094核潛艇的研製 張金倫曾獲中共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 1996年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2007年國家重大貢獻獎 同金質獎獎 2016年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入選中央直接掌管的高級專家 另外1月4日去世的中國工程院院士 核材料與工藝專家母性 曾參與中共兩彈的研製 包括張金倫和武士在內 今年1月前9天內至少有8名中共院士 因病醫治無效去世 其中7名是中共黨員 近1月4日就去世4人 中國本輪疫情爆發後 中國兩院院士從12月中旬開始密集死亡 2022年最後半個月至少去世23人 2002年全年中共院士共死亡60多人 而以往每年死亡大約2、30人 近年來 中共當局對言論的管控越來越嚴厲 高壓下一些不甘心充當無腦傳聲筒 或受官方操控的快慮者 紛紛以辭職退出 躺平的方式進行抗爭 日前戲劇與影視評論 藍大編輯部集體退出的公告 在網絡社交媒體上傳出 引發輿論關注 據網絡社交平台上曝光的公告截圖 戲劇與影視評論創刊於2014年7月 由中國戲劇出版社與南京大學文學院 戲劇影視藝術系共同創辦 由南大方面負責全部編輯工作 南大編輯部的成員在這份公告中強調 當初創辦這本行物的宗旨是現代化和說真話 如果不能堅持這個宗旨 不斷創辦這份雜誌就沒什麼意義 公告表示所謂說真話 就是指說自己真正相信的話 不為權力和金錢 說自己其實並不真信的話 仍然九年來大家一直感受到你不從心 現在對創行的宗旨產生了深刻的困惑 我們失去了曾有的信心 因此全體編輯主動向中國戲劇出版社 提出辭職 這份辭職公告在網路上曝光後 引發網友的關切和熱議 網友們紛紛為這些編輯門的抉擇 點贊或表達支持 亦有網友評論說 希望看到越來越多的不合作 說了十年謊話 還要良心發現 做到污泥而不染 不為輔助窗也是一種可貴品質 一位網友留言稱讚 這才是文人的風骨 國家的脊梁 另一位網友則評論說 所以我們不能夠將中國電影 只造成主旋律的專賣場 那是對中國電影 對子孫後代 對中國文化完全不負責任的一種做法 好了,今天的第一時間又要跟你說再見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 請你訂閱點贊並轉發這個頻道 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節目再會 我們下次見 會不會 我們下一個星期日